7月22日,科创板开市仪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 25家科创板企业如期挂牌上市 上海市市委书记李强,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 上海市市长英勇,上交所理事长黄洪源 及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代表等出席了开市仪式 今天科创板开市 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里程碑世界 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将开创金融改革开放的新路径 开启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增成 开辟科技创新创建新细向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肩负着引领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的使命 也承载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决心 对于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功能 更好服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具有独特的作用 我们将不断深化对科创板市场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 始终坚持市场化 法制化的方向 充分借鉴国际最佳实践 发挥科创板的实践作用 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加快关键制度创新 推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 据了解 科创板英文名SSE Star Market 寓意冉冉升起的明星 25家首批上市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 新一代信息技术类企业13家 占比52% 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占营收比重11.3% 研发投入力度高于主板创业板 据悉 从2018年11月宣布 市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7月22日开始 历时仅259天